如果你正在遭受高血压的困扰 如果你正在为控制血压而盲目地用药 如果你正在因胸闷 憋气 被当作心衰而反复就诊 那么很有可能是你体内的这根血管出了问题 本期节目 北京腹外医院新内科 北大第一医院室内科 联手为您剖开 引发高血压的这根管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一南 欢迎收看由鲁南制药舒尔嘉 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 舒尔嘉减脂减肥 健康到家 今天我们的节目来了一位求助者 这位求助者她得了一种很难治的病 听说她最近去了好几家医院 这病不但没有治好 反倒更严重了 她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呢 好 请出今天的求助者白女士来有请 你好 白女士 欢迎您 我看您今天的气色还不错 你给我们她说说你到底得了什么病了 前一段时间吧 就感觉到这个胸脑特别闷 而且那个有的时候呢 就是心悸 特别是晚上呢 就是 哎呀 睡觉的时候就很难受 那是不是心脏的问题呢 当时我女儿知道这情况以后呢 也是说 哎呀 别是那个心摔了吧 后来挺紧张 然后她就督促我 陪同我去医院 检查完以后呢 医生一看结果说 没什么问题 你心脏挺好的 不是心脏的事 不是心脏的事 后来我们就觉得挺大闷的 然后我女儿就说 是不是这个医院不行啊 咱们得再到另外一家医院去看 看了之后呢 检查结果心脏没有问题 然后测量血压 哎呦 一测量血压当时160 哎呦 有点高了 我就有点紧张了 那医生没说您既然不是心脏病 那为什么会有那个心脏病的症状呢 所以我们就是很纳闷啊 就是觉得为什么这个血压高啊 而且那个是心脏不是跟心脏有关系 心脏没有问题 后来说的 怎么办啊 吃那个胶牙药就给我开胶牙药 吃了这胶牙药吧 哎 我觉得有好转啊 就是血压下来了 结果等到那个过了一段时间 也就没有多长时间吧 这个血压好 就又上来了 那您的药停了是吗 没有啊 一直在吃药 对 后来就给我换药 哎呀 吃了一段还觉得不好 就有的时候就能达到快到200了 这个时候呢就是家里人 我女儿也着急了 她说这玩意儿 我上班我都没心情了 可不 对对对 别说你女儿着急 我听了都跟着着急 所以呢 就是来求助嘛 为什么就是说我这个就控制不好 我听到这儿有点明白了 就是医生现在目前就是说 虽然没有找到病因 但是知道您这个心脏的症状 是由于血压高引起的 然后您这血压又控制不好 您就特别想知道这个怎么回事 他自己到底得什么病了 对对对 为什么控制不好 为什么控制不好 对对对 而且那个又不是心脏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这个是怎么回事 想求助一下 好好好 那知道了您的这些问题呢 我们栏目专门请来两位权威专家 今天就为您现场来给您诊断一下 您身体也不太好 您下面休息一下 好吧 一块来听一下 好的 好 接下来就请出今天的两位专家 我们有请中国医学科学院 腹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蒋雄金 有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肾内科主任医师刘立军 有请二位医生 您好 蒋医生 欢迎您 您好 嗨 刘医生 欢迎您 您好 您好 如果您长期有蓝制 或者环顾的高血压 又发生了心脑疏管病 可能是肾内脉出了问题 您要知道 在我国肾内脉脉狭窄的患者 估计了接近一千万 可是每年竟有一万多例被确诊 意味着大概有很多很多的患者 被误诊漏诊 下面请您随我 一起揭开肾内脉狭窄的伪装 我是腹外医院蒋雄金大夫 像您这个比较年轻 这血案还差点意思我感觉 对于肾脏疾病来说 多数患者的临床症状并不明显 不典型 因此容易漏诊或者误诊 而被诊断为其他的疾病 导致我们有些患者 直到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肾功能不全 甚至尿毒症才被发现 因此作为患者来讲 需要我们对肾脏疾病 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定期进行体检 才能够及时有效地发现疾病 并且治疗肾脏的疾病 从而避免患者出现严重的肾脏的损伤 我是刘立军 那其实今天我们这位白女士 她主要是因为高血压 迟迟降不下来 对吧 但是一般在我的印象当中 好像这个高血压 不算什么疑难杂症 那是不是像她这种情况 是比较少的 比较个别的现象 实际上你提到问题 我觉得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都是这样的 高血压的问题非常复杂 尤其是血压降不下来的高血压问题 大家特别地引起重视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血压变高呢 就是他受什么制约 吵架生气以后 然后人家就说血压升高 这应该是脑子的事吧 对吧 所以我想首先应该是心脏和脑血管 会不会觉得和肾脏有关系呢 你看我们体内很多事情 是由各种各样的激素调节的嘛 然后很多激素的变化 它都会引起血液的变化 但是和肾脏有没有关系 我倒没想过 肾脏上面有产生分泌激素的部位吗 如果有那就是 非常聪明 越来越专业了呢 那么大家可能不太容易想清楚的是 为什么肾脏也可能会对血压 造成一定的影响 下面呢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有时候呢 会打一个比方 把肾脏称为什么呢 称作一个无私的水利部门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水利部门就很容易知道 什么地方水多 什么地方水少 从而呢 调配我们的水资源 对不对 如果它的血功减少的时候 肾脏呢 就会敏锐地感知到 我们体内的这个容量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脱水 出汗 呕吐 腹泻 我们的肾脏呢 都能够感知到这个变化 感知到这个变化之后呢 会释放和激活 一个重要的系统 我们叫做RUS系统 中文呢 我们叫做肾素 血管紧张素系统 其实顾名思义 肾素呢 就是肾脏分泌的一种物质 它被释放之后 就可以激活下游的 血管紧张素 其实血管紧张素呢 也是顾名思义 它的作用呢 可以想象是干嘛的呢 是收缩血管的 来维持我们的血压 同时呢 它还可以促进 我们肾上腺 分泌一些盐皮质激素 从而增加水和钠的重吸收 让我们体内的尿液呢 少排出去一些 好聪明的肾脏 是 所以呢 肾脏呢 是一个既有感知能力 又有调控能力 非常聪明的一个 无私的水利部门 那刚才刘医生 也跟我们讲了 这个关于肾脏的一些 很无私的功能 所以我就在联想了 会不会我们白女士 得的这种高血压 和她的肾脏有关系 是的 像这种60岁 如果再出现的高血压呢 相对来讲 就显得年龄 比普通的高血压 晚了一些 其次呢 以前可能血压控制很好 或者以前没有高血压 这个血压突然地出现 或者突然地升高 仍然在常规服药 但是原来控制很好的血压 现在控制不好了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疑点 血压持续地高加不下来 那么我初步判断 还有可能是激发性高血压 那么在激发性的高血压里面 其实最常见的呢 就是肾性的高血压 我们就可能会想到 一类比较相对特殊一些的疾病 那么这一类的疾病 其实发病率并不低 您说的这叫什么病啊 那么这个疾病呢 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可能 要讨论的主要的内容 就是肾动脉 肾血管的病变 我们叫做肾动脉的狭窄 您现在也比较怀疑 咱们今天的求助者白女士 她是由于这个肾动脉狭窄 引起的高血压是吗 对 这个病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您听说过吗 肾动脉狭窄 我听说过肾结石 肾衰竭 肾骨全 虽然大家没有听说过 肾动脉狭窄 可能会觉得这样一个疾病 非常少见 实际上在高血压里 泛泛地讲 它的发生率确实不是很高 可能只有3% 但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 比如说像白阿姨这样 年龄偏大一些 而且血压呢 用常规的药物 很难控制的这些患者 那么肾动脉狭窄的 发生率就会明显地增加 一些国外的资料提示 那么这一类的病人 肾动脉狭窄的发生率 可以高达10%到45%左右 那么这个比重就是非常的高了 所以您就严重怀疑 咱们这白女士 有可能就是肾动脉狭窄 是的 至少我们应该把这个肾动脉狭窄 作为一个重要的 考量和排查的疾病 好 既然说到这儿了 那这个肾动脉狭窄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病变呢 我们接下来就通过一个比较大型的道具 我们直观地了解一下 来 上道具 大型道具已经上来了 大家看 这就是一个血管的横切面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巨大的巨人的血管 这是肾动脉 对吧 把肾动脉放了无限大 江医生告诉我们 心脏每一次射血 有四分之一的血量会直接流向肾脏 完成血液的过滤 而肾动脉是唯一一条 为肾脏攻血的通道 如果这条重要的通道发生了狭窄 会怎么样呢 为了更加形象的展现 我们制作了一根超大的肾动脉 并邀请一位嘉宾来扮演血液 完成一次为肾脏攻血的任务 为了让你更完美地模拟血液 它的这种携带肺物的能力 把这些肺物带到肾脏从而清除 那么我们把常见的肺物贴到你的身上 我知道了 为什么要给它这么多血 它是有任务的 你是有任务的 你已经很厉害了 来 我看都有 那么我们常见的 其实一些肺物 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 比如说过多的尿酸 脊肝 尿素 那么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肺物 它蛮重的 把这么多肺物带到肾脏 让肾脏处理 所以它的工作量很大 工作量很大 它需要的能量要多一点 所以你要同时还得带进去 好多营养 氧气 很重要的能量物质 很重要的能量物质 葡萄糖 那接下来您让它掩饰血液 进入到这个肾脏脉里 现在小张 你就是心脏蹦出来的四分之一血液 看看能不能过去 请进血管 哇 这很有表演天赋吧 这是搏动的 谁在肾脏搏动 不错啊 很顺利啊 它是不是如果能顺利通过了 就说明它的任务完成了 你能往前动 帮肩动 我怎么听了它喊 看看 发生了什么情况 肾脏脉小的的时候 看发生了什么情况 要不给大家揭晓一下 放后面 哇 卡在这了 你看看 这个血到那个狭窄的地方之后 它就顾不去了 那么在实际的情况下面 这个红细胞是比较小的 它不是说顾不去 而是顾去量少了 又慢了 所以这个肾脏就缺血了 凯一你回来吧 我觉得真的是要出人命了 这个血红细胞 来来来 你是真被卡住了吗 你演得太卖力了 辛苦辛苦 这么苗条都给卡住了 你什么感受 我觉得我这两天锻炼的 那个仰卧起坐和那个扶卧撑 起到了作用 行 那我们现在就已经 比较直观地能看明白了 谢谢凯一 辛苦了 你到下面休息一下 回家继续练什么仰卧起坐 什么这类的 刚才这个道具演示环节 真的有趣 凯一真的是辛苦了 但是我们大家通过它 很卖力的表演呢 我们就感觉到了 这个肾动脉狭窄 到底怎么回事 肾脏它供氧变少了的话 它会怎么样 又怎么会引起高血压的 还是不明白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展示屏 来为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首先看一下 我们的显示屏 上面这个红色的 从上到下比较粗的 这个是我们的主动脉 动脉到达了这个位置之后 会分出两个重要的分支 分别到左肾和右肾 我们提到的肾动脉狭窄 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部位 当然它可以是双侧的 在这样一个部位 它出现了病变 就是我们肾动脉狭窄的部位 当然指的是肾动脉主干这一段 一般到了血管的末梢的话 不太容易出现这种狭窄的情况 前面呢我们介绍了 其实肾脏是一个非常聪明的 又无私的水力部门 它能够敏感地发现 我们体内可能缺少水分 在正常的状态下呢 我们这个血压的维持呢 只需要比较少量的 前面提到的肾素和血管紧张素 绿色的小点就代表了 我们分泌的这些肾素 血管紧张素 如果在这个部位 肾动脉狭窄之后 肾脏会处在一个缺血的状态 它会误以为是我们机体 缺少了水分 这个时候呢 它会异常地大量地释放 肾素和血管紧张素 使这个系统呢 被高度地激活 这个时候 即使我们体内没有缺血 没有容量不足的状态 由于大量的这个物质的出现 也会造成我们血管强烈地收缩 从而引起高血压 哦 是这样引起高血压的 今天的求助者白女士呢 她实际上是有一些 心脏的症状的 那为什么当时你们就高度怀疑 它是由于肾动脉狭窄 引起的这个高血压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 可能作为我们患者 或者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可能会想知道 我还有哪些症状 可能提示我 有肾动脉狭窄存在的可能 除了高血压以外 那么其中的一个症状呢 可能和百阿医相关的呢 我们心脏可以迅速地出现 心衰的症状 病人呢可以表现为 很快发生的胸闷 憋气 活动耐力下降 她可能走几步路 就觉得憋得厉害 也不能上楼 好像跟白女士的症状 还是比较符合的 对吧 对 哦 所以您就怀疑到这个了 对对对 那么这个症状实际上呢 容易被漏诊和误诊 就当作单纯的心衰去处理 我们在门诊呢 也会经常碰到这一类的病人 因为心衰反复旧诊 其实最后的确诊的病因呢 就是肾动脉的狭窄 嗯 知道了 您是遇到了很多类似的病例 所以这个白女士一说她的情况 您就感觉应该是这个问题 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哦 刘医生告诉我们 肾动脉狭窄在初期非常隐匿 多表现为轻度的高血压 但随着狭窄程度的增加 血压会变得越来越高 一般药物都很难控制 在一些情况下 严重的肾动脉狭窄 导致体内某些激素水平的变化 可能会造成新功能异常 出现肺水肿 有些患者会出现胸闷 憋气 耐力下降 类似于心衰的症状 而肾脏在长期缺血的情况下 会出现萎缩 在体检超生中 会看到肾脏明显变小 那么如果出现症状 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白女士后续的话 她到医院都要做哪方面的检查 刚才刘医生在解释 这个高血压的时候 分泌出了一个黄点很多的 这个叫肾素分泌出来 所以实际上 这个血里面抽血抽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血压猛地往上升的时候 它这个肾素 这个穿固铜 这个都是跟着很高很高水平 所以如果我们抽血再查 这个肾素 这个穿固铜 也是很高很高 我们白女士就可以做这方面的检查 来确定 直接的一个诊断 就是要做噪炎 就是看这个肾动脉 是不是就载了 为什么这个肾动脉就会狭窄了呢 什么原因造成的 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纤维筋性发育不良 实际上它是肾动脉的 基层的结构发育不好 造成了它塌陷萎缩 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这自身原因造成的 对 它发育的问题 这血管发育不好 第二个常见的原因 大动脉炎实际上这是一个自身免疫相关的疾病 是由于免疫的问题造成了动脉的免疫性的炎症 出现了炎症之后 它会逐渐地出现 斑痕 纤维化 造成血管的狭窄 蒋医生告诉我们 导致肾动脉狭窄的最主要的因素 就是血管的周样硬化 有研究表明 人体从三岁开始 血管内壁就会有支类沉积 随着年龄增长 斑块会越来越大 那么斑块是怎么形成的呢 周样斑块怎么形成的呢 你看看这个图上面就有一个很好的演示 你看看这些黄的东西 这次叫做胆固醇 那胆固醇越捏越多越捏越多 就形成了这个巨大的斑块 实际上斑块的形成的过程 和诱因都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刚才蒋主任提到的 这个胆固醇脂质的因素 是这种周样斑块形成的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除此之外 一些高血压 糖尿病等等 这些因素都可能会促进斑块的形成 那我觉得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 白女士是不是也听明白了很多 我看你现在表情已经轻松多了 是不是觉得对自己的毛病 没有那么焦虑了 好像有点谱了 是的 是的 对啊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以后呢 您就去找脚医生 刘医生 去做一个他们说的 方方面面的检查 我们来确定一下 到底是不是这个毛病 如果是这个毛病 相关的治疗就会有所缓解了 血压就会降下来了 是吧 好 那刚才通过两位医生 给我们讲了这个肾动脉狭窄 这个毛病 我们就知道了 保护我们的血管是多么重要了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血管 让自己的血管更年轻呢 接下来呢 就进入我们的传言变变变环节 有请传言验证官赵娟 来 有请 你好 欢迎你 你好 你好 你看赵娟呢 是我们节目有史以来第一位 女性的传言验证官 都是我们女性心比较细 看看你今天给我们带来 哪些养护血管的小妙招 谢谢易南的介绍 说到这个养护血管呢 其实我在网上查了好多 这个网上的这些小妙招 可谓是层出不穷 没有一千条也得有一百条 我看了看啊 越看越兴奋 我感觉我们这两位专家 都可以不用那么辛苦了以后 我们在网上就可以得到很多的知识 真的吗 我们可以休息了 那我们第一条传言是什么 来看短片 怎么回事 这状态这么差 头晕 头晕 别高血压了吧 正好 我这累了 你还能测一下 什么呀 这一测血压的呀 因为平时我有高血压 所以我要带着累的 是不是就测一下 您这心态这么好 怎么还能高血压呢 还好吧还好吧 你这儿谦虚了 您对手下多少耐心 上下 就测完事 您拿一个我看 我告诉你 我要你写出这垃圾垃圾垃圾东西 都是孩子 照顾照顾我妈 来来来 我给你测一下 我给你测一下 谁 我给你说啊 这东西我早中晚各测一次 看你这个 你这血压高 实在是哥 我跟你说 你就是这儿吧 谁都杂杂下去 早已写了 不是不是 你可别吓我 我年轻 我什么好多事没做了 逗你呢 我那么紧张 我爷爷那会儿 踩下来 一酱压量关 去一碰黑膜 靠谱 吃黑膜 就能把血压这样 那当然了 我跟你说 你血压高 就是因为血管太硬 你血管软了 这血压就降下来了 这软化血管的第一神技 就是黑木耳 黑木耳又名黑菜 是我国最常见 却又珍贵的传统食材 黑木耳富含维生素 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还含有多种维生素 钙 磷 铁等矿物质 研究显示 黑木耳多糖 具有抗凝血活性 可以抑制血小板凝聚作用 还可以减少动脉周样硬化的形成 从而起到软化血管的功效 所以我们第一条传言就是黑木耳加醋 可以软化血管 这个软化血管这个事呢 好像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 尤其是用醋来软化血管 似乎听起来很有道理的样子 不光是你说的这些什么像醋啊 木耳啊什么这些能软化血管 网络上有很多说法 说很多食物都可以软化血管 那我们现场也拿上来了一些 咱们现场的嘉宾有没有什么看法 你觉得咱们桌上这些东西 能不能软化血管 我觉得可以 你觉得哪个可以 我首先我是山西的后代 作为一个山西人民 他们没有委托我 坚定不移地觉得醋是可以的 对他们没有委托我 我愿意代表他们 这个醋是绝对可以的 因为它是酸性的 对吧 所以它对这个血管的软化 肯定起作用 有过一段时间 相当时髦的一种做法 就是直接每天喝三勺醋 就是为了软化血管 嘴里面忽然觉得酸酸的 是这样吗 这个不光是山西人 当时全中国很多人 都是采取这种方法 而且也不是为了美 就是为了软化血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那个圆的 那个葱头 葱头和红酒配 这个我听说过 听说过 红酒 好时尚啊 法国人就这么干的 但是我可没试过 你试过没 我没有试过 但是在法国 法国人是这样做的 张老师我问一下 他们效果怎么样呢 比如山西人 是不是心血管病 和脑血管病的发生率 就低 好像应该 这当然这个 好像应该可以 差不多吧 我自己的亲戚 我现在有一百多位 血缘关系的亲戚 在山西 脸朝黄土 被调天的干活 没有得心 没这毛病 对 哇 你看就这么自信 那我想问一下 咱们的嘉宾 您觉得这个组合 除了能软化血管 对刚才讲到的那些 斑块 是不是也能够清除呢 黑木耳是 大名鼎鼎的血管轻道夫 我们家就是黑木耳炒一切 就是所有的菜 做菜的时候 对 我妈都能撒一把黑木耳 然后我觉得味道也很好 他们说这个胶质 然后是可以吸附一些 这种油质或者杂质的 然后就张宏老师喜欢的 这个红酒泡洋葱 还有那个醋泡黑木耳 在我们家都是标配 看来食物能软化血管 或者是清除血管里边杂质 这个概念确实是 特别地深入人心 而且他们三个都认为是对的 那嘉宾有没有见过 我们真正硬化的血管 到底有多硬呢 这个当然我没有见过了 所以说我们今天能见到是吗 是的 真的 对 好吓人 好 那我们的血管是在哪呢 实际上是用动物的血管 来模拟一下 我们人的正常的血管 以及硬化的血管的状态 那么这个是蒋主任 专门从实验室得到的 动物的标本的血管 非常珍贵 是吗 我们看一下 您打开看一下 是在这个里面吗 是的 是的 哇 这这样的 这还是很细心的 这是什么的血管啊 胎牛的血管 是牛的血管 对对 这个血管可以比较好 模拟我们的动脉的 这样一个状态 什么部位的血管 能告诉我们吗 这个差不多类似 圣动脉版 大家可以看到 似乎血管表面 不是特别光滑 它表面有一些 其他的组织 对对对 对 但是这个没有关系 不影响我们的观察 我们认为我们通过一些 食物能够软化血管 源于我们对真正的血管 硬化的硬度 其实是一无所知的 有请各位嘉宾 来感受一下 对 我们都上来感受一下吧 机会难得 这边这个血管呢 是相对正常的 我们可以感触一下 它的 这边这个 这个 这个是正常的 它的柔软的程度 你看就是很软的 张老师您来形容一下 这个就是非常软了 您也试一下 是不是弹性还挺好的 弹性挺好的 也很柔软 对对对 是是是 正常的血管是这样的 左边这个呢 前面这一段 就是模拟的 硬化的 血管的程度 这么意外吗 是的 这个很意外了 真的吗 这个很意外了 很好试一下 这个那个就是 非常地 摸上去感觉有点怪 非常坚硬 你摸一下 你摸一下 我来试试 好硬啊 真的啊 有点石头似的那种感觉 像那个 里面像有很粗的 那个铁一样的 是 掰都掰不动 是是是 医学咱有个名字叫 钙化 钙化 真的会吗 真的会 对于那些 帮块负荷很重 钙化很严重的 病人的血管的 真实状态 就可以达到这么硬 周样硬化这个名词 把它这个真正的硬度 给低估了 对 一说周样感觉 还柔软 周会硬成这样呢 当然帮块数量比较少 或者比较小的时候呢 它也不会完全失去弹性 那么这个模拟 模拟呢 是最严重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可以接着呢 在这个血管里 打一些水 我们来注入一些液体 来模拟啊 血管里边 有真实的液体的时候的状态 嗯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有血液的时候呢 血管被充盈起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 正常的血管 实际上它还是有弹性的 还是软的 那么我们可以拿一下 那个小夹子试一下 对对 那肯定可以啊 对对对 因为我们正常的血管呢 是非常柔软的 有韧性 所以呢 我们用这种血管前呢 能够把它夹壁 嗯 那么像这段血管呢 实际上我们刚才试过了 我们不需要注水 不需要注水 它仍然呢 它都已经满了 对 它仍然是保持着 这样一个状态 是无法夹壁的 那么这个也就是展示了 对 刚才说的 那么这个血管的 真正的硬化的 这样一个状态 嗯 好 所以说 这个血管 它都硬化成这样了 吃东西 通过食物 是很难给它软化的 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 我想给大家提供这个例子 大家看 那么这个病人 找我的时候 你看 这个是很年轻 生日是1977年8月10号 当时呢 它因为血压很高 那么我们考虑它 是一个圣动脉狭窄 给它做了个噪影 看到是 什么时间做的噪影 你看看 2018年9月14号 那么当时 看到噪影什么东西呢 你看看 这个是肾状 这是它的肾状 那么 这个是肾状脉 那么狭窄的地方呢 就这个地方 你看看 就是这个导管 对对的地方 大概70%差不多 应该考虑 做介入治疗 它就不听 我们劝告 自己回去呢 就是刚才说的 食疗 天天黑木耳加醋 到这股半年 它实在受不了了 就刚才看到 胸门也来了 这个血压卖越来越高 达到220 2203了 这给它做了个噪影 2019年3月29号的 正好半年 正好半年 看到了什么样的 噪影的这股呢 这个地方 你看肾状 从这个外形上讲 是有点萎缩了 有点萎缩了 但是呢 更重要的 看到了什么东西 看到这个肾状脉 从原来的70%左右 就变到90%左右来 哇 太可怕了 您得给您的那些 山西老乡的提个醒了 不是这个节目播出以后 估计醋 木耳 不是 醋 该喝 不是 该喝 该吃还得吃 还是很健康的东西 对 这还是一个 健康的饮食 但是呢 我们不应该把它 夸大到一个 叫类似叫做 清道夫 或者说 起到根本治疗作用的 这样一个高度 这个就有点 言过其实了 对 它们都跌下神坛 对 对 对 好 谢谢张老师 好 那通过刚才蒋医生 跟我们讲了一个 病人的实例 他这个通过食疗来改善 不但没有改善 反而更严重了 还有呢 我们也真实地去触摸了一下 这个硬化的血管 那个硬的程度 这个传言绝对是错误的 那看来真是百文不如一见 说到这儿 我们就都清楚了 好 那我们来 记下一条传言吧 下一条传言 也特别地接地气 刚才我们说到了 软化血管 还有一个词 大家一定也听说过 刮肠油 刮肠油 清血脂 这个办法真有效 只要吃了金针菇 金针菇所到之处 所有的肠子里的油 全部被金针菇给刮下去 勤锻炼 撑血管 大大的斑块会变小 虽然我们那血管 已经那么硬了 但是只要我们是活着的 它总有新陈代谢 我们新陈代谢多了 我就不信它软不下来 紧握拳 策拥堵 这个方法你要知道 不要走开 精彩内容 马上就来 经常我们就会听说 什么什么可以刮肠油 对 那怎么刮肠油 我们来先看个短片好吗 对 好 来看一下 来 谢谢大家今天能来给我过生日啊 大家吃好喝好 来 你一瘦一碗过生日啊 不吃点糕怎么办呢 我不是不知道 我高血压 现在那个血管也不行 哎 对了 你上次跟我说那个什么 醋泡黑膜 我现在一天大概起要吃两到三次呢 嗯 我的牙都酸到 我跟你说呀 上次教你的方法啊 软化血管 那个呀 属于硬质 你真正的 想降压 你得去根 去根 怎么去啊 油啊 你这吃进去东西啊 是不是都有油 嗯 为了避免 你肠道里边把这些油吸进去 你呀 在饮食上 刮油 哎 你说的道理 那吃什么菜就刮油 你看这些菜 嗯 芹菜 笋 黄瓜 包括那果盘里面的苹果啊 都是刮油的神器 只要你以后每顿饭 都吃点这些刮油的食物 根本不用忌服 想吃什么吃什么 咱们都能吃 哎呀 说实话哈 其实我也老听说 什么食物能刮油 还不光是芹菜 好像还有笋类的 春笋啊什么的 都能刮油 很多高纤维的食物都可以 嗯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大家怎么想了呢 觉得这个靠谱吗 醋虽然被否定了 但是其他还有很多东西 是靠谱的 比如说一种东西叫金针菇 叫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tomorrow 您今天吃了这个金针菇 明天早上您看到金针菇 从另外一个口里面出来的时候 对对对 它还是原样子 对 金针菇它是减肥的一个精品 只要吃了金针菇 金针菇所到之处 所有的肠子里的油 全部给金针菇给挂下去 我儿子小的时候吧 曾经有一次啊 我吃过一个枣糊 然后我就特别紧张 后来很多人就给我出主意 就给他吃了大量的这种粗纤维的蔬菜 后来吧 就真的是那个纤维包裹着这个枣糊 就排出来了 所以我亲眼见到这个纤维 我觉得好神奇啊 然后而且我对它的这种 就是包裹吸附的这个力量 我觉得印象太深刻了 所以那我觉得那油脂嘛 它更可以这样被它那个纤维 就裹在一起就排出来了 早就都被捕获了 何况是小小的油脂呢 对啊 好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意见 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从肠道刮出来了油 如果真的能实现的话 理论上你应该从大便中 发现这些油脂 对吗 脂肪低 对 我们在一些特殊的疾病的时候 比如说这种胰腺 或者胆道系统的疾病 导致我们脂肪吸收不好的时候 我们会出现脂肪泻 那么这些人稍微吃一点油脂 他不能吸收 就排出了体外 那不挺好的吗 是的 但是这种病理的状态 首先一点我们要刮肠油 你肠道内得有油才可以刮 对吗 对啊 那我们看看能不能 有没有油沉积在上面呢 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今天专门准备了 一段动物的小肠 那我们看一下 你想去刮的那个部位 到底有没有油 如果连油都没有的话 那更无从刮齐了 哎呀 现在这个话题已经进展到 肠子里到底有没有油的话题了 我们刚一直在说刮肠油 刘医生提到了一个问题 肠子里到底有没有油 有没有油 肯定有吧 对啊 我做过一次体检的时候 然后两个大夫在做B超的时候 抹了好多凡石林在我的腹部 然后在那找来找去说 这家伙的肝在哪 后来说这地方有一个白糊糊的东西 是不是这个就是它的肝啊 我那个时候得的是重度脂肪肝 刚被油给侵占了是吧 对对对对 从这件事情 我敢断定我们的肠子里面 肯定也飘满了那种白糊糊的那种东西 油花 肝肝还要有脂肪肠 肯定是这样的 那有没有人整容过脂肪肠 这个我觉得百分之百 因为从小到大 我最喜欢吃这个青椒炒肥肠了 只有有油才好吃 没有洗得太干净就不好吃了 所以肯定是有油的嘛 对吧 你看大家的观点都是这样 那所以呢 大家坚信不疑是吧 坚定不疑 来看看嘛 到底有没有油在肠子里面 对对对 还有没油的可能性吗 来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再让一男亲手 再实现第二个人生第一次 芝麻开门吧 哇 这是什么肠子 这一盘 这是什么肠子 这是一盘小肠 不是肥肠 什么的小肠 是一个羊的小肠 羊肠小道 对对对 我们就切开看一下 里面到底有没有我们想刮的油 我们来围观一下看 现在开始手术进行时 你好像很害怕的样子 走路缓慢起来了 来 你看这不是看到的小肠 大家看到 外边大家可以看到 确实有脂肪 有些脂肪 确实有 你要不是要刮它的油吗 它里边会不会有油油 是吗 看一下里边 现在我们把它切开一段 看 现在我们把它从中间给它捋开 脚开了 看到什么东西 这个黄黄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油脂吗 是油脂吗 然后我们再看看擦擦它 如果是油脂的话像外面 咱们可以看一下外面的油脂 是不是能擦掉 就是龙毛 啥子的龙毛 那个露出来 对 啥子的龙毛就露出来了 没有什么油啊这个 你看看这个东西都是卤米 看到了 看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你看脂肪就不一样 你这比如说吃芹菜了 你吃脱脂棉球也没用啊 对 就是这个意思 那您这个小肠没有油 大肠是不是就有油了呢 我们吃的是大肠 好问题 我们吃的是大肠啊 小肠是吸收营养的 最主要的这个地方 到大肠实际上已经没有营养了 什么脂肪蛋白糖都在小肠吸收的 小肠里边什么都没有了 大肠就更没有了 对了 明白了 小肠里面这个脂肪都没粘在上面 大肠里面哪来的呢 对 从解剖学的角度上来讲 在肠臂的内侧 根本就没有我们所谓的 这一层脂肪层 而是在肠臂的外侧 才有脂肪层这样一个结构 那我请教您一下 那我们吃肥肠 明明就在那个肠里面吃到了油 那个是怎么回事呢 做那个厨师啊 他为了这个清洗这个肠子 你看他把肠子是倒着翻的 他把外面的这个放到里边去 把那个里边的暴露在外面 然后他洗在这里刷刷刷的干净 他把肠子干过来了 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 我们经常知道有些患者需要做结肠镜 结肠就是我们所谓的大肠 下面呢我们有这样一个做结肠镜 真实的能够看到的肠臂的人的 这样一个图片 那么我们来展示一下 看一看到底有没有我们希望刮掉的这个脂肪层 这个呢就是消化科的医生在做结肠镜的时候 那么观察到的肠臂的内侧 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是非常光滑的 上面没有 都能看到血管 对 没有附着物的 很有光泽的这样一个结构 那会不会是因为做肠镜之前 做了一些肠道准备 把这些内容物都卸出去了 所以就看不到呢 我们当然会吃一些蟹药 但是这些蟹药的最主要的目的 实际上是为了清除 粘附在肠壁上的一些大便 一些排泄物 如果我们吃蟹药就能够把所谓的这个油刮掉的话 那也不用吃食物 吃蟹药就可以了 而且我们吃蟹药的时候是水样变 没有人会发现有油这种脂肪蟹或者脂肪样变的可能 所以说我们吃蟹药的时候排出来的呢 主要是一些附着的一些排泄物 而不是说所谓的油脂油类的食物 明白了 看来是肠子里面的油 不管你刮与不刮 它都没在那里 对 无论你在与不在 它都不在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第二条传言 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对不对 我们在说用什么来刮肠油 实际上我们的肠子内部根本是没有油的 所以说呢 想用食物来刮肠油 这个说法根本就是不成立的 也就是错误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把这个肠油 或者是我们把这个脂肪给减少一些呢 第一个就是少吃 然后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运动 运动 运动不应该你吃 你吃进去之后 通过运动之后 把它消耗掉 就包括把胆过程也都可以消耗掉 高纤维的食物 它不能达到我们所谓的传统的 这种说法刮肠油的目的 但是呢 它并不是一无是处的 确实现在的一些研究提示 这种高纤维的饮食 可以一定程度上的 轻度的降低我们血内的胆固醇的含量 实际上呢 无论如何 这还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饮食习惯 或者这样一个食物的 对 我们的这种 其实这种所谓的高纤维的食物啊 我们往往会产生一定的误解 认为我蔬菜里边含有的最多 实际上我们这些粗骨类的食物 反而含有高纤维的这个成分是更多的 比如说这种粗麦的面包等等 实际上呢 如果我们说 降低这种血里边的胆固醇的成分 或者有一定帮助的话 这一类的食物 可能起到的作用反而更大 您说的这个太好了 我们记住了 好那接下来让赵娟 跟我们带来下一个传言吧 那刚才蒋主任呢 给我们提到了运动 那么我们下一个传言呢 就是关于运动的 请大家 还有没多少 哥 你不能这么整啊 你这么保养身体不行 我告诉你 一切说吃喝 就能让你的身体变好 那都是忽悠你 而且是大忽悠 自己的健康 就得从自己的身体捕手 你一天吃饱了 坐那儿什么也不动 什么神药都不好使 得锻炼 那我哥怎么练呢 怎么练 问我呀 走 让我帮你解开 身体健康的密码 你必须要保持一定的强度 这样血管B基层 会不断地伸缩 血管才能保持弹性 血压才能降下来 我们一个动作保持久了 不也得换个姿势缓一缓吗 加油 加油 坚持住 坚持住 血管也一样 它需要点刺激 加油 不要学习 不要学习 坚持 你决定这么练 会对我的身体有好处 我们第三条传言呢 是中高强度的运动呢 是可以保护血管的 你们觉得这个靠不靠谱 相当的靠谱呀 那个你中高强度的运动 你可以减肥呀 减肥不就是减脂吗 减脂 那你血脂就下来了呀 而且就是我们运动起来之后 代谢不就增加了吗 对吧 虽然我们那血管已经那么硬了 但是只要我们是活着的 总有新陈代谢呀 我们新陈代谢多了 我就不信他软不下来 哎呦真的好有道理 哎呦你说的这个作品特别好啊 对 不过不知道了很久没有 讲得很好 好 要不然你来讲 你看 这些血管的脂肪就像这个积层啊 这个血管收缩的时候 放松的时候就靠这个地方啊 这个叫做外膜啊 外膜呢 往往跟那个脂肪连在一起的啊 那么当你中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 血管就收缩扩张 收缩扩张啊 人体在做中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 血管也是在运动的 对一样的 血管也跟着就加快幅度振动 就是波动也快 平挖肌首先它受到这个刺激 它的兑卸活力也会增强 这个血管的韧性也会增强 那个里边的这些硬梦梦的机制 就在这个运动上面 可能被吸收掉 吸收掉就有可能就变得软一点 我们血管的一张一池的这种运动 尤其是在中高强度的运动刺激下的 血管的张持的这种运动和这种往复 其实对我们的血管的代谢 保持血管的健康的功能状态 是非常重要的 生命这些运动血管也一样 运动能让血管更健康 提醒一下 实际上我们容易发生中央硬化的 都是中老年人 往往基础病也比较多 对于这些容易出现这种并发症的患者 在进行中强度的运动的时候 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身体的承受能力 年轻人和老年人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不要为了单纯地达到某种强度 而忽略了其他脏器的承受的能力 好 现在我们知道了 通过中高强度的运动 是更能保护我们的血管的 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好 现在我们要进入下一个传言了 下一个传言特别神奇 下一个传言说的是通过您这个双手 可以检测血管的健康状态 一起来看短片 老板 今儿可气儿不顺 呼机会儿还拍桌子呢 你看 还得用纸的 来 来老板 走吧 Zone 按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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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子挺胖的 这事不重要 这样你要是气坏了身体怎么办 还是身体要紧 好了 我们走了 想事什么 中午请坐来吃啊 真不好意思 害大家为我担心啊 我握拳只是想检测一下 全身的血管有没有问题 生活中我们常常在 为不知道自己的心血管健康 而感到困扰 现在我有个小窍门 可以教大家 迅速了解自己的心血管健康 首先拿出一手紧握30秒 30秒之后迅速张开 如果你的手由白迅速变红 说明你的血管 无阻塞无硬化 如果你的手变红的非常慢 说明你的心血管出现问题 一定要去医院做相关检查哦 看我呢 你没事 对啊 你也没事 你这血管一看就是血管硬化 可得注意了啊 什么 那我们看到刚才视频里说 那个检测方法挺简单的 就是随时都能够检测自己的 这个血管的情况 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有这么神奇吗 你们觉得靠谱吗 反正我握了放松以后 很快有白变红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的血液循环非常畅通啊 我们的血管是不堵的呀 对啊 说明我们的血管是不堵的呀 那也说明不了您的这个脖子的血管 只能说明手部的血管是不是 我是这样的 您觉得呢 可以说明 您看我们抽一滴血就能查全身的这个状况 就是的 所以你们两个觉得办法可行 对吧 手的握拳或者张开 似乎能反映血流的情况 貌似这个传言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血功 作为上臂来讲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结合这个模型呢 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 好 动脉到了上肢之后 到了肘部 我们叫做肘动脉 肘动脉呢 接着分成了两个重要的分支 一个在外侧 一个在内侧 外侧的叫饶动脉 内侧的叫齿动脉 再往远端移行的时候呢 在手掌的部位形成一个掌弓 进行 形成了这样一个吻合支 来保证我们整个的前臂和手的血功 所以说如果在这个分支之前 出现了严重的狭窄 是有可能造成我们的供血不足的 但是呢 要非常严重才可以 而我们临床中有的时候呢 会出现齿动脉 或者饶动脉的病变 这个时候呢 只有通过Alan实验 才可能检测株 是不是其中的某一个血管 出现了狭窄 我们来邀请一位嘉宾 来现场展示一下 我们这个Alan实验怎么做 谁来 血液已经走上来了 来 欢迎欢迎 来 欢迎我们的血液 新鲜水液 首先要握紧 握紧我们的拳头 这个时候呢 我们握紧拳头的时候 由于肌肉的挤牙的作用 会造成我们的手掌 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缺血的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牢牢地摁住 这两边的动脉 其实是一个齿动脉 一个饶动脉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把手掌打开的话 那大家觉得 它手掌会有血功吗 缺血吗 对 其实不会有的 那我们打开看一下 手掌是不是很白 惨白的 对 对 对 因为我牢牢地控制住了 两个动脉的 供血的情况 快点放开 快点放开吧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打开 其中的一个 大家看一下 它的手掌颜色的变化 快打开 要有生命危险了 手掌是不是变成红色了 对 所以说 通过这个实验 证明你的饶动脉 是通畅的 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再来检测一下齿动脉 来 算全 来 我们阻断血流 松开 下狠手了 可以看到 手掌仍然是白色的 对 如果我们把齿动脉打开 可以看到 手呢 竟然没红 真的 还是变红了一些 好像有点慢 没有刚才那个那么快 对 对 对 变红有点慢 但是还是变红了的 对 所以这个实验就提示 我们的齿动脉 也是通畅的 那么这个方法 实际上是我们临床中 比较常用的 用于检测 我们前臂的血管的通畅程度的一个实验 而仅仅靠握拳再松开 来观察我们的这个颜色的变化 这个方法是非常粗糙的 或者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谢谢你 谢谢你的参与 好 那么看到这儿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通过握拳30秒 来检测自己的血管 是否有中央硬化 是不是血管不通 这个传言是错误的 错误的 那请问一下这个二位专家 我们在检测这个血管的时候 有什么既科学又准确的好方法吗 实际上从简单的角度来讲 我们医生每个人都有听诊器 实际上我们每位患者 都可以备一个听诊器 当我们外周的动脉 出现狭窄的时候 血流通过的过程中 会产生血管的杂音 所以当我们拿着听诊器 去听颈部的 或者液窝下的 或者鼓动脉的位置 实际上我们前面提到的 肾动脉狭窄 在部分患者中 如果你去听腹部的血管的话 也可能会听到杂音 刘医生告诉我们 在正常情况下 用听诊器去听动脉 是不会听到声音的 如果发生了动脉周压硬化 会听到下面这种杂音 如果听到了血管杂音的话 一定提示 局部的动脉 有了严重的狭窄 所以这样一个简单的 可以说可以自测的方法 反而是更敏感的 可能帮助我们 发现肾动脉狭窄的 发现动脉狭窄的方法 就是望闻问切里边的这个闻 对 听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 刚才讲的这个很重要 听诊器听 但全堵了 听不见了 或者窄得很厉害 95%以上的狭窄 就听不见了 没窄音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了 你看看现在有一种测量 血压的四肢血压测量方法 那么胳膊 这个腿同时绑起来加压 所以说你哪一条血管 如果堵了的话 哪一个地方压力就会特别低 对 就能发现了 也能够发现 对 不管你百分之百堵 还是百分之九十九堵 窄音听不到 但是我知道你这条胳膊 或者这条腿 血管是堵的 请二位专家来给我们 从这个医学的角度上来介绍一下 什么样的方式 能把这个血管里的 周氧斑块去掉 能对这个狭窄的血管 起到一个根本的治疗作用呢 从内科的角度讲 我们这个周氧斑块 肯定跟胆固醇有关系 所以我们一些降脂的药物 实际上可以很好的降低胆固醇 来减延缓我们周氧斑块的 进一步的发展 除此之外 我们知道这种肾度脉的狭窄 会造成高血压 因此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降压的药物 来把血压控制住 从而减少对其他脏器的影响 那么我们现在呢 恰好有这样一类的药物 我们就叫做肾素 血管紧张素 这个系统的抑制剂 那么应用这一类的药物之后 患者的血压呢 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在我们这个药物治疗 还是不能够控制的情况下面 那么为了防止这个器官 这个越来越细节 所以说我们要撤去测试 就让那个狭窄的地方 能够给它打开 支架 对 你看看一撤就撤到了 很聪明 你说打开吗 就是支架 你看我们现在打开的方式 有几种呢 一种就是叫做微畅 微畅治疗什么呢 就是一个脑管 进去之后 把那个用一个 这个筋锁膀把它撑起来 撑起来 一个像类似于 开路机式的东西 对对对 相当于隧道上面的 钢梁一样的东西 就把它那个摊线的东西 给它顶回去 撑起来 形成一个大的一个通道 那么这样子 血就能顺利过去 还有什么方法 那就传统的外壳方法 开刀开进去 把这一段狭窄的地方 找出来 只把它切掉 换一个好的血管 把这个第一个调血管 我就不顾了 我就要用一个人工血管 把它自身的 就大胰筋脉 这个取出来之后 就把它接上去 接到好的地方 两头接到好的地方 这就是搭桥素素 通过刚才这几条传言 我们大家确实是 掌握很多 关于这个血管的知识 非常感谢赵坚 给我们带来的 这几个传言 谢谢您 谢谢一南 谢谢两位专家 谢谢再见 那其实通过今天的节目 我们大家可能都感受到了 这个血压和血管的健康 它是息息相关的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保护 控制好我们的血压 然后又让我们的血管 更健康呢 我们想请两位专家 再给我们一些建议 我想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那么保证 就是你的血管健康 心状健康 我想就是要从生活的点滴开始 合适的运动 健康的饮食 在这里呢 其实我是建议 我们患有这种 动脉周央硬化的患者 不要轻信一些 所谓的传言 或者所谓的偏方 或者秘方 如果真正得了 动脉周央硬化性的疾病 那么一定要到医院呢 及时正规的治疗 避免由于轻信这些传言 而遗误了病情的治疗 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二位医生 给大家科普了 这么一个隐藏的 如此深的疾病 就是肾动脉狭窄 所以在这也提示那些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高血压的话 而且还 这个血压又很难控制的话 您就要去留意一下 肾脏上的这根血管了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了 咱们下周同一时间 职场健康课 再会 咱们下周同一时间